透過書中一段話的啟示 時間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 大四學子徐同學 利用透鏡 馬達和齒輪 完成了這組動態的媒體設計裝置 過程中克服了種種困難 就是我是看書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那一段話 就是每當你做一個決定 世界會分裂成兩半 然後當下心情就覺得 有種很釋懷的感覺 因為以前可能會有一些 很後悔沒做的決定 或是做錯的選擇 那我就會覺得 就在心裡有點痛痛的感覺 所以就看到這句話之後 就覺得好像自己可以move on 可以往前走 所以我想要把平行時空分裂 那個瞬間然後把它保存起來 就你在看到這個裝置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那種 你擁有種很多經驗碎片的感覺 就其實沒有什麼好感到遺憾的 就是我們就是往前走就好了 希望可以給觀者有那種感覺 那我製作的方式是用 這個透鏡是涅菲爾透鏡 然後它就比較不會有像是 凹凸透鏡的焦距問題 所以它就是你從這邊看到對面 它就會是直接的透明的 然後上面的用的是馬達跟齒輪 然後做轉動 因為我想讓它這個視覺是動態的 可以有一種 嗯...物理性濾鏡的概念 我做上面那組裝飾就做了 真的超級久 就是... 嗯... 因為它其實雖然看起來 不是一個很複雜的結構 但是因為我念的不是電極系 所以我在做上面結構的時候 其實花了蠻多力氣跟時間 然後我那個齒輪是拆...去飛機場拆腳踏車齒輪 然後馬達是鐵捲門的馬達 蠻酷的...蠻麻煩的 嗯... 我希望他們看到這個作品的瞬間 能感受到那種... 嗯...你從事保有著很多經驗碎片的感覺 然後可以獲得一點小小的釋懷 或是一種自由的感覺 好 因為我們叫做媒體傳達設計嘛 其實最重要的是怎麼傳達 使用不一樣的媒體設計方法 那所以你們會看到有各種媒材 有數位的 有實體的 有互動的 那這位同學他剛剛講了他的意念 他說他是從人生中後悔的經驗 或是錯失的經驗裡面來發想 那這邊你會看到通過空氣跟動力的流動 其實他會造成宏觀的叫做我們站在地球上 其實你感覺不到自轉 這是一個從人的心情來配合整個 放大到可以放大到整個宇宙的一種思維 還有同學以描圖紙作為媒材 結合機構裝置 以植物園的構想來呈現 對於生命的歷程與感受 過程中壓力很大 但很欣慰成果呈現時獲得大家的肯定 我想要傳達的是我認為生命中所有事情 他其實都是會變的 但在這樣的變化中 他雖然可能是無法預期 然後我們可能會對這種位置的變化 感到非常害怕 可是我們能做的就是把握當下 然後好好去感受當下有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在這個作品當中 我把它分成四個部分 因為我認為他的生命中無法預期 他還是其實有一個循環可以去呈現說 我們會面對到的事情 大概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這四個過程分別是誕生跟相遇 然後分離以後沉澱 然後經過完這四個過程以後 又會是新的誕生 它是一個機構裝置 然後呢我會把 我是把讓他可以動的機構藏在我的盒子的裡面 然後讓我們觀眾去手轉的時候 可以看到植物它自己獨特的動態 像是花開合的效果 或者是植物上下旅動的樣子 或是旋轉的動態這樣 我自己這個作品是用描圖紙做主要的媒材 因為我想要我的植物是有一個通透感的 然後讓它可以在光線的照射下面 有比較晶瑩剔透的感覺 然後也比較有韌性 不會因為我常常去拉動它有比較大的損傷 然後其他的主要結構 就是用木板去做切割以後組裝起來 其實真的做得很 覺得做到後面是滿崩潰的 因為就是要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然後時間的限制就擺在那邊 其實最大的還是時間上的壓力 還有害怕別人會怎麼看待這個東西的期待吧 然後會覺得比較不安 然後會擔心說這個東西 最後出來到底會是什麼樣子 這種事情 其實大家給我的反應都滿好 然後我也覺得很謝謝大家 因為我在做的時候也是問了很多同學朋友的意見 然後也在精神崩潰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在身邊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就是謝謝大家一直陪我走到現在 我現在比較有興趣的領域是兩塊一個 就是我像我現在作品這個機構裝置的部分 然後但是因為這一塊相對在現在的社會需求領域上面是比較小的 然後這市場也比較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原本就有興趣的也是平面設計這個部分 然後在平面設計上我這個作品在製作的時候 也運用到很多我在平面設計知道的技巧 然後 因為像我們這些零件我都是用平面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把它實體化進行重新組裝 時間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的畢業展 除了呈現創意媒體設計之外 學子的動畫作品也是另一大亮點 同學們要獨立完成自己的動畫 並以多元的載體呈現動畫的元素 像是把影片中的角色或建築實體化 更加拉近了參觀民眾與動畫的距離 她應該愛著她覺得愛的人 會回應她的每句話 給她聽過每個季節 前方 有著該走的路 但 每個夜裡 她都在等你的消息 因為大家常常在外面 在一些影音平台上看到的動畫 就是很漂亮的畫面 那我們這一次希望除了這些完整的動畫 就是漂亮畫面好的故事之外 也希望產生 介紹一些不同關於動畫的不同面向 呈現給大家 像是一些幕後的手稿 花絮 或者是一些人物設定 角色設定等等 我們會以不同的載體形式呈現 包括實際的手稿 然後還有虛擬用電視播放和投影的載體 這樣子 因為其實大家看動畫 其實有時候會忽略一些細節 或是在背後 想要呈現的一些努力 或者是一些漏掉的畫面 然後我們希望在這些展場 在這些區域中能去補足 去補足那些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注意到的細節 就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我們把它呈現出來 呃 收穫就是 可以學習到不同的呈現方式 因為現在時代在進步 我們的觀看的方式 不只是會在我們的螢幕上 現在是一個複合式的時代 就是我們的動畫 製作出來 不一定是可以 就是只用在螢幕上 我們可以把它拆分成很多不同的元素 去應用在不同的場合 畢業展的每件作品 都由同學獨自完成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強調 系上的教學方向 是將學子訓練為總監型創作人才 那我們如何訓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作品 一個人 我們都是一個人創作 那其實這在台灣非常非常少見 那我們最重要的一句話的教育方針 叫做我們在訓練總監型創作人才 總監型創作人才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一個人能搞定 那我們還有動畫組 也是一個人創作 大家看到的作品 幾乎都是一個人創作 做動畫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都是獨立製作 然後獨立製作相對於其他學校 或者是戲的話 他們是分工合作 就是可能至少有三四個人以上的團隊去進行 然後我們獨立製作有非常多的好處 但是會有一些比較辛苦的部分 好處當然就是你可以接觸到每一個不同的面向 動畫來說它有打光 它有建模 它有動作 它有合成之類的 就是其他學校可能會 就是每一個人都負責一項 就是但是我們可以每一個項目都有去學習到 除了可以更了解自己擅長的地方之外 在之後的找工作 就是也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現在未來區域可能市場上 我覺得會比較需要更多的是那種整合性的人才 因為你做單一個項目 你的視野可能會被縮限在那個地方 能發揮的也有限 當然如果專精去製作成為類似日本那種職人 其實也是一種方向 但是如果你能把觸角伸到各個領域 你的視野更廣闊之外 你的工作機會 然後未來被大家看見的機會也會更多 我自己當然最希望的還是導演的部分 因為如果你作為工作人員的話 當然可以發揮你的所長 但是製作的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是 聽從上面的指示 但是你是導演的話 你就可以把自己更多的想法 融入到作品裡面 去給大家呈現這樣子 未來想要往哪個領域去專精發展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些比較大致的理解 去說我這個東西我要做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對以後在社會上的總體性 不管是怎麼樣的發展 應該都是會有一些很不錯的經歷 什麼樣的學生適合我們 因為我們算是非常怪異 非常需要個人特色跟動力企圖心的一個系 那樹科譬如說我們會有樹科考試 我們會有創作的考試 其實我們都是找最瘋狂的 他不一定要畫得好 但是他用透過畫面創造出來的想法 可以是非常奇特的 那有時候我們面試的時候 大家會做各種奇怪的事情 因為我們希望來的是有趣熱情的人 那有的人會在面試的時候 B-Box 或者是有的人會模仿 模仿外星生物在游泳 所以我們面試的時候 會發生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們來 我們又透過這些問題 來尋找好像比較跟我們適合的人 而且其實你不一定要會畫畫 因為我們不是美術系 或是任何西畫啦 或是說傳統藝術系 我們是透過思維 找到媒體設計的方法來傳達 我們生活中 其實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傳達 這是從人類文明開始 就是因為有了傳達而有了文明 我們都是小到我們喜歡聽八卦 喜歡聽故事 喜歡看報章雜誌 這一切都是傳達 所以為什麼叫媒體傳達 是因為任何的媒體 任何的載體 我們都能找到一種設計 來傳達的方法 我覺得有韌性非常重要 當然有興趣就會有熱情 就會有韌性 就是不要輕易放棄 因為其實在學習的路上 真的會遇到很多的難關 但是我認為遇到很多的難關 代表就是你已經進入 踏進去了 你才會產生痛苦 並不是說你是不適合 但是每個人可能都要去嘗試過 才能才會遲到這樣 但是不要輕易放棄 就是才能走得更遠 我覺得 什麼樣特質的人 應該就是不怕辛苦吧 因為其實在這樣子 我們做一個個人的作品 是什麼都要顧到 然後基本上在學校所有的時間 就是在做這些東西了 所以要有一些熱情和決心 才可以把這些東西做下去 好 那這個我們戲有分布非常廣 我們有在當藝人的 美秀集團 美秀集團它有一個樂器 那個是在我們戲上的時候研發出來的 那我剛剛提過 Gogoro KK Rocks 或者是更一般的 我們會想說 平面設計師 或是動畫師 或是遊戲設計師網站 這些本來就涵蓋在我們的範圍裡面 那更多的是 像我昨天遇到一個校友回來 他說他現在在做程式軟體設計 那他跟我說 其實他在這邊接受到的訓練 對他現在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專練一種技能 我們不是訓練你只會做動畫 或是你只會做模型 或是各種美材 然後你能掌握 你能了解到你想傳達的本質 而選擇而去研究發掘 你能傳達的媒體 不管是任何美材這樣 豐富的畢業展內容 讓人看到時間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 扎實的訓練與激盪出的創意 師長也期許學子們帶著滿滿的功力 未來進入社會的各產業領域 發光發熱 展開下一個階段的精彩人生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